巴黎奧運迎來緊鑼密鼓的倒數階段 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引發各界關注 坎卡斯特集團旗下的NBC環球近日表示 目前已賣出價值12億美元的巴黎奧運廣告 僅略低於2020年東京奧運在延遲前的12.5億美元銷售額 目前國際奧委會贊助商的廣告支出 比東京奧運成長了18% Visa 豐田和寶橋等都是主要品牌贊助商 他們花費約1億美元 以便在行銷中使用奧林匹克五環標誌的權利 同時NBC環球還斥資76.5億美元 將轉播權協議續簽至2032年 成為奧運最大的單一收入來源 NBC認為廣告支出的成長要歸功於巴黎奧運 沒有任何疫情限制 而且在亞洲的三屆奧運後 是更受美國觀眾歡迎的觀賽時區 此外隨著電視觀看建區示威 巴黎奧運的數位廣告收入已超過以往任何一屆奧運會 而所有巴黎賽事都將在串流服務平台PiCock上播放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清玉綜合報導 今晚報道